晚安你好 欢迎收看九点热话题 我是蒋志伟 新闻一开始先带来关心政治焦点 民众党主席柯文哲南下嘉义成皇庙参拜 针对前总统马英九呼吁蓝白和彩全民调 柯文哲说这逻辑是要找出 胜选几率最高的组合 双方幕僚应该开始作业 他也再次强调 国民党坚持纳入政党支持度的 德国式全民调 这制度近20年来没有用过 还是照马总统的呼吁去做 比较快 柯文哲南下嘉义肇事 前往城隍庙参拜 支持着现场守候要签名 甚至要他把名字签在衣服上 针对马英九才全民调的呼吁 他乐观其成 可以理解马英九前总统 对台湾的关心 我想他的逻辑应该也是说 如何在2024的总统大选当中 找出最强的竞选组合 所以他才会提出这个呼吁 希望透过这个机制可以找出 胜选机率最高的准备 所以我双方的幕僚应该会开始作业 不过国民党仍然坚持纳入政党支持度的 德国式全民调与马英九及韩国瑜不同调 之前国民党已经提出来很多次了 不过老实讲 在目前台湾的政坛上 也没有用过这个制度 至少在这20年来 但还是就照马总统的呼吁去做是比较快的 南白河的最后期限 国民党说只能等到19号 因为20号就登记了 你再怎么拖也没法拖过19号 南白河近期的整个状况 因为小鸡好像都还难焦虑 你选举还有60天 不要紧张 所以还是有机会 好 还没事 南白河一拖再拖 几成焦虑 柯文哲仍旧老心在哉 TVBS新闻季简亨嘉义报导 前总统马英九在昨天抛出了蓝白河 应该采取全民调之后 党内包括了前高雄市长韩国瑜 以及多位县市长都表态支持 刚好就在今天上午 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 与韩国瑜都来到了高雄 替立委参选人辅选 却三度擦胜而过 欢呼 辅选列车回到高雄 前市长韩国瑜举起麦克风 金句依旧很多 因为我是佛教 我都感觉他越来越像一尊罗汉 面壁九年到最后这个头发 都没有多少根这样飘飘然 你看我们柏林啊 现在跟这个达摩主席 这像都有点像 非常像 非常了不起 只是根据马英九呼吁党内接受 全民调后 韩国瑜跟侯友宜接力出席 三场竞选活动却完全没有碰头 是党会制止全民调吗 好 谢谢 我有一点 谢谢 谢谢 面对镜头 韩国瑜快步走 不停留 现在党内建议 要不要接受压力全落在 参选人这头 觉得敌人就在党内 会不会觉得敌人就在党内 会把个人放在最后 其他的就让主席来说 我再一次强调 国民党跟民众党的协商 从来没有中断过 请大家给我们一点时间 我们已经完成了绝大部分 强调一切协调当中 但是同样叫做全民调 双方解释大不同 现在的共同目标 都是全民调 差异只是 目前针对三个比 有关于对比 不比跟占比的问题 正在讨论当中 好 谢谢 只针对个人的民调对比 依旧不在选项里 在面对党内 台山倒海杂音 整合恐怕更被利器 TVN留学会 高雄采访不同 前总统马英九表 太挺全民调 促成蓝白河 随后前高雄市长 韩国瑜 蓝营立委 选将也纷纷跟进 而背后到底有什么样的考量 交给自身记者李品宜 现在蓝白河看似又是卡关 所以大家都说 现在他们的副手是谁 其实都不知道 但是国民党现在传出 他们非常希望 前高雄市长韩国瑜 可以来跟侯友宜 来促成侯涵配 只是现在在前总统马英九 他说要支持用全民调 来解决蓝白整合的问题之后 大家可以看到 第一个来呼应的 就是韩国瑜了 他说他是高度的支持跟赞同 这样子两个人 纷纷都说要用全民调之后 也让国民党的小姐妹看到了希望 像是要参选立委的罗志强 他就说 他觉得这个政党轮替 似乎是看见了一线的曙光 只是现在大家看到 韩国瑜他是动作非常快 马上就来呼应说要用全民调 所以现在前立委郭正亮 他就说这看到两个重点 第一个他就说 韩国瑜其实是相当的聪明 因为就算大家都说 侯涵配大家很看好 但是他说如果蓝白不合的话 其实也是赢不了 所以现在就是要处理的 就是根本性的问题 现在蓝白整合是卡关了 所以现在在这一局 大家看到一线的希望 所以叫做是柳暗花明又一村 还有一大堆的立委 他们跳出来附和 现在大概有20个左右 都说要赶快来 是不是要用全民调 所以对于蓝白和的话 原本大家都说 如果不合的话 可能会影响到他们立委的行事 现在有了蓝白和的话 看起来这个变数又会蛮多的 主播 前总统马英九高喊 全民调整合蓝白 不少蓝营县市长小鸡们 相继跟进 但也传出了国民党 党内不少人反对 认为太委屈让步 也挤压到不分区席次 只是又有蓝营大佬逼宫 侯友宜 要他放了这次总统大选 回到新北市长当市长 这加油来得很是时候 前总统马英九开出第一枪 力挺用全民调整合蓝白 蓝营首长小鸡纷纷跟进 自家母鸡侯友宜的压力 犹如排山倒海 但马英九可不是一呼反应 党内蛮多人不赞成全民调 我相信大家都是有共同的目标 也一定是朝共同目标一起来努力 手心手背都是肉身为蓝营首都市长 蒋万安不表态 就怕怎么讲怎么错 但国民党立委曾明宗大胆说 国民党是大党 怎么可能不考虑组织动员能量 不考虑的话就是过度委屈让步 很多基层不接受 目前支持马英九说法的人是少数 马英九版全民调虽然是以科猴或猴科一组 去对比赖萧佩 但少算政党支持度 只怕掌他人之气灭自己威风 反而压缩兰英不分区席次 但这时党内大佬再来一记重击 国民党中评委邱富生 含话40年老友侯友宜 放这一次总统大选回到新北市 完成未了的新北市长 更要大家一起成就一个台湾的汉子 焦虑是当然的 可是我希望大家在这个时候要稳住 尤其要相信我们的党中央跟侯伴 他们有能力处理这件事情 多么急迫想政党轮替 对比七年前换住 换来换去都是国民党自己人 如今蓝大佬一个个逼宫侯友宜 还没到手的江山 先送给别人 TVBS新闻话哨评DP 开表不倒 蓝白河僵局 让郑兰军也感到非常的着急 台湾民意基金会董事长 游云龙分析了 马英九喊话挺全民调 有两大隐藏的含义 继续再交给资深政治记者林品宜 现在在蓝白整合在马前总统 他提出要用全民调之后 是不是真的又让蓝白整合 出现了一线的希望 现在台湾民意基金会的 董事长游云龙就说了 他认为蓝白河 这其实看起来要用全民调 希望还是非常小的 因为他说问题就是在于 现在国民党他们提名的 参选人侯友宜 他已经经过党的程序征召 早有提名的如果要换掉 侯友宜的话除非要有党 再来推翻这个决定 还有一个就是如果说真的 到时候真的采用全民调 双方的幕僚要再谈 要来谈说怎么进行全民调 用什么方式 里面其实有很多的细节 都需要去谈 再加上要做民调的天数 现在看起来 20号就要进行总统登记的 所以要在20号之前 把这些步骤都把它做完 其实非常的不简单 所以他就说这个时间上 实在是非常的紧迫 所以他认为未来还是 有可能会回到有四组 可能会有四组候选人的 这样子的情况 不过他也说了 像现在马英九跟韩国瑜 他们两个都是说要用全民调 他说这有两种意义 第一个是代表郑兰军 是接受了柯文哲来代表 蓝白来参选 第二个也就是可以看出 其实国民党内 现在对侯友宜是缺乏信心的 另外还有一个 就是他们也质疑 朱立伦到底的 他的领导能力是怎么样 所以现在看得出来 其实国民党内 对于这一次的选情 是相当焦虑的 主播 谢谢品仪 蓝白不合 要政党轮替关键选票 仍掌握在年轻人的手中吗 国民党立委 郑立文就分析了 柯文哲在年轻票 得票超过一个门槛 很有可能登上总统大位 继续再交给 资深政治记者李品仪 这一次总统大选 民众党的总统参选 柯文哲要赢不是没有机会 像是国民党立委 郑立文他就分析了 这是柯文哲 他的关键就在年轻票 可以拿到多少 他说柯文哲只要年轻票 拿了300万 就很有可能会当选 怎么说呢 来看一下 最近文他是怎么来看的 因为他说根据这一次 内政部的统计 所有选举人数 大概有1950万人 其中20到40岁 就占了650万 40到60岁 人数最多有700万 但是60岁以上 也有600万 他说像是韩国瑜 以韩国瑜来说好了 2020年的时候 年轻人的投票率 有70% 当时的首投足投票率 更占了7成5 只是当时韩国瑜 他在这个年轻的选票 他是损失了200万票 所以他当年 他也是没有当选的 所以他就说了 这一次选举的状况 是相当的混乱 这恐怕是会减少 比如说像是40岁以上人 他们投票了意愿 所以年轻人投票率 高的情况之下 可能就会变成柯文哲 他制胜的关键了 所以如果还想要知道 更多更新 更深入的讯息的话 欢迎扫描 画面右方的QR Code 或者是下载 TPPS新闻App 鸿海创办人 郭台铭出席了 公益舞蹈赛 事先偷偷准备了 亲手做的蛋糕 给妻子 让曾馨银当场 感动落泪 而联电荣运副董事长 薛明志 先前大赞 郭台铭出来参选 是为了促进 蓝白盒而牺牲 但对此 郭伴发言人表示了 郭台铭参选 是为了团结胜选 竟然做对的事 就不叫牺牲 惊喜影片一播放 郭台铭妻子曾馨银 马上忍不住落泪 我不太会说 什么甜蜜蜜 11号这天 是曾馨银的生日 同一天举办 永龄明星杯舞蹈大赛 郭台铭动手做蛋糕 现身送花外 还送文 轻盈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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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难得三个小朋友全倒下 郭台铭和曾馨银笑容 惨出 今天是TQ过生日 然后我的生日就是奉献给 我喜欢的舞蹈 我喜欢的公益 我要做 我要做最棒的 一家人甜滋滋 只是郭台铭最近是低调再低调 财经界好友宣明志都喊话 郭台铭是为了促成蓝白盒 而牺牲自己 难道真已准备了退场机制 郭台铭创办人一开始就说到了 我们参选就是为了要团结 团结的目的就是要达到胜选 2024实践政权轮替的目标 既然是做对的事情 那就不叫做牺牲 是否萌生退役 郭台铭团队否认 而柯文哲是否和郭台铭还有戏 似乎还得等蓝白先谈定 柯文哲持续全台跑 到云林同框国民党立委参选人 丁学忠 上面瞧不定基层早已先开合 支持度一定是很高的 最主要可以先跟我合也没关系 看来小鸡早已坐不住 自己选情要先顾 民众党主席柯文哲10号 到台南造势指导绿营票仓 还与台南市前议长李全教同台 两人互助当选 对此激进党批蓝白和没有下文 黑白配已经先开始了 民众党则是呼吁不要见缝插针 而争取与无党身份参选的李全教合作 国民党主席朱立伦也前往站台 有柯文哲为李全教站台的先例 蓝营立委候选人也喊话 前半立委尽速蓝白和 南下造势民众党主席柯文哲到台南市 深旅大票舱 立南社区拉票 还与台南市前国民党议长 这次以无党籍身份参选立委的李全教 一起上乡同台互助当选 对此绿营猛酸 蓝白和没下文 黑白配已经先开始 李全教才与柯文哲互助当选 11号永康区成立竞选总部 国民党主席朱立伦立刻赶来站台 怕不到总统选局蓝白和 但见到柯文哲帮泛蓝的李全教站台开先例 蓝营其他立委参选人向国民党中央喊话 在台中卢秀燕帮蔡壁如站台助选 那蔡壁如也帮台中其他国民党的候选人站台助选 彼此拉台让席次最大化 让选票最大化 这个是大家期待看到的事情 也能够塑造蓝白在立委这一局的和谐气氛 期盼柯皮站台帮忙拉台声势 蓝营选将很着急 TVBS新闻总和报道 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赖清德 抛出了陆生纳宝 就连党内也炸锅 医师出身的立委林静怡说 一届基层有反弹 而绿营内部似乎陷入了茶壶内的风暴的 还有殷熙立委刘兆豪 震撼宣布将拖党参选台东立委 等于民进党在台东陷入分裂 支持者夹道欢迎民进党总统参选 赖清德道吐车拉台小鸡 苏贞昌 郑文灿也到 只是绿营的大团结 却陷入茶壶内风暴 国会如果没过冬 会很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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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痛的就是你看 我们最近当中潜见国造的问题 这或许也反映时事 因为英系立委刘兆豪震撼宣布脱党参选 要对上已被民进党提名的赖昆成 等于绿营在台东分裂 赖布刘兆豪退党参选怎么看 我们各自在不同的道路上 继续的为台湾奉勇向前 为了避免困党 我已经办妥了退党的手续 但说到意见不合 还有这一桌赖清德抛陆生纳保 党内炸国 健保的大饼就那么一块 所以每次要多开放使用者的时候 当然对于医疗界来讲 会有一点比较不太舒服 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 医疗界有一些反弹 不止医界出身的林静怡 表达不满 事实上相关内容早在2012年 苏西立委吴比锐就曾建议 被当时的行政院长苏贞昌打枪 如今赖清德再抛出 难道跨时空打脸苏前院长 怎么看出这个陆生大宝 美多说毕竟现在全新胜选 才是目标 TVB的新闻何嘉阳 李子恒新北市采访报道 北市港狐立委三输对决 范绿的台湾激进 无心带竞选成立了 而面对日前 民进党主席赖清德提及 也落实一对一高嘉瑜会赢 但有其他参选人就会输 想立评整合只是来参加的清律名嘴 多半认为支持民进党不等同要支持高嘉瑜 排排站特别换上医师袍 高唱分手快乐 告别摇篮板 无心带的医师应援团超级挺 还有今年金中最大赢家的春里 来一个抱走女外科援助小刘医师 也不能少清律医师的史书华 我自己个人的身份就是来支持 无心带他算是备份上的学妹 然后一个帮台派的一个发神 一对一我觉得高嘉瑜也不会赢 今天支持民进党 但是我今天就不能支持无心带 一定要含泪投高嘉瑜 会这样说就是因为民进党主席赖清德 日前谈到若是一对一 高嘉瑜会赢李燕秀 但有其他候选人就会输 这些情侶网红依旧要挺无心带 参选到底 这话说得更直白 不接受犯律整合 同场人没到但落影片的还有他们 好啦毕竟有民进党籍 想挺无心带不好直接说出来 王毕胜 姚文贼也都特别录影片力挺 无心带也吹了起 进个任务样样来 炮火猛烈 直打高嘉瑜 高嘉瑜委员也同样承认了 分裂的原因是他自己 所以我认为这一区应该要怎么样整合 吸气是应该很明显的 那高嘉瑜这边会支持他的人 其实以白色的这边居多 团结 不能分票 抹黑别人或是给人家贴标签 或是给人家蓝色 其实没有多大的意义 双方依旧隔空或不退让 TVBS新闻周一峰年轩 台北常委报导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